一到現場看見散落的年貨 家屬忍不住悲痛哭泣 新竹是17號在牛浦東路 跟牛浦南路口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連接車在右轉時 撞上一輛機車 70多歲的騎士老翁 當場遭到碾壁 我要轉彎我都看都沒有摩托車 都沒有車子 然後有一台要左轉 我轉過去注意一下 我過來一直看後面 就看到有東西掉出來 我趕快停下來 就看摩托車在底下 人在後面 畫面中可以看到 警方也已經在車禍現場 放上三角錐 只見地上一片混亂 機車車頭完全被撞毀 車身破裂 因為當時老翁是騎車去採買年貨 由於撞擊力道實在太大 車上的貨品當場撒在地上 散落一地 撞到車禍 沒有 就撞到車禍正常 那等於是要買年貨 對 應該是買年貨出來 然後才發現這事 平常撞到車禍身體好嗎 就OK 老翁平時身體健康狀況正常 這次出來幫家人採買年貨 沒想到卻意外遭撞 令家人悲痛不已 警方出不研判 應該又是打車轉彎時 內輪差惹的禍 不過詳細原因還要深入釐清 記者和孟謙李宜慧新竹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